孔明啊 日后你乌傲再叫我岳父了 岳英留下书信 随曹操的使者叶温 已经一同前往许都了 果然是他 烧了我的草炉变吧 还抢走我的未婚妻 叶温贼子 从今日起 两与你不共戴天 如今张秀还要仰仗刘表 因此手持刘表公文的瞎人 顺利通过南洋地界 返回到了夜县 大帝 你可算是回来了 你是不知道 这段时间快把我和三个憋坏了 这就是先生之前说的结义兄弟吗 看着品行 想必 或许 应该 是的吧 来来来 最近俺的手艺见着 请大家吃正宗的许事考穿 三兄弟许久未见 众人寒暄一番后 下人便讲述起了此次的荆州之行 子龙 仲康 这位便是甘宁 甘心发将军 他的勇武可不在 你们俩之下 哦 若有机会 行吧 咱们可要好好切磋一下 这个好说 不过当务之急 还请虾兄找位大夫 帮我把剑拔了 哦 那这位想必就是月银姑娘了 大哥说月银姑娘擅长机关之术 改日定要见识一番 子龙将军严重了 其银技巧而已 难登大雅之堂 虽然甘宁和黄月银早就知道 虾人有几位结拜兄弟 但却没想到赵云 许手二人竟会如此英雾 各自心头都暗暗庆幸 此番跟着虾人前来许都 或许是来对了 子龙兄弟 你是不知道虾兄有多坏 那刘表若是知道蔡夫人捉下勾腿之举 怕是要当场气死 呵呵 这也多亏了蔡夫人 若是没有她的枕头风 想必刘表也不会那么容易下定决心 剿灭张秀 不过既然刘表都已同意 那大哥 咱们是不是可以动手了 不错 我不在的这几日 你们准备的如何了 放心吧大爹 办事你放心 就等你一声令下 大军随时可以吧 哦 那好 传我军令 明日咱们便攻打晚城 次日一早 虾人便带着曹昂点骑兵马 浩浩荡荡地离开夜线 直奔晚城而去 而就在下人大军刚刚出城之时 张秀派出的探子 就将这一消息传回了晚城 看这架势 此番曹军来势熊熊 你们有何建议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干他就完事了 我愿为先锋大将 替主公将曹昂小儿的头颅摘来 胡扯儿将军勇过人 我也甚是欣慰 这是曹贼奸诈 此事不能大意 闻何先生的意思呢 主公 依我之见 曹军势大 咱们无需出城迎战 只要依托城池 直至便抵御曹军即可 吹牛 那曹军远道而来 不过一万五千人马 我军已以待劳 兵力也比他们占有 为何要缩在城中 岂不是让那曹昂小儿笑话 胡将军说得不错 主公 让我们出去迎战吧 不过是一个曹昂而已 有胡将军出马 绝必是手道前来 怕他个男子 这 也罢 既然如此 胡扯儿将军听令 墨将在 此番命你为我军先锋 前去抵抗曹军 不过你切记 若有什么不妥 及时撤回来 墨将遵律 呵呵 军师莫要担忧 胡扯儿也不是莽撞之人 非也 我并非是为胡扯儿担忧 而是为主公担忧 主公 你三番五次给刘表寄取书信 请求共同进攻许都 可他却态度暧昧 迟迟不肯答应 嗯 军师此言何意 主公可知 曹操的使者现身在襄阳城 若是刘表跟他达成约定 那咱们就危险了 这不大可能吧 刘表跟我是盟友 怎么可能去跟曹贼联手 呵呵 天下只有永远的利益 哪有永远的敌人 再说了 刘表目光短浅 并非有时之时 只想着在荆州称王称霸 这曹操万一向他许诺些什么 他也不是不可能将咱们给卖了 毕竟说到底 刘表跟主公还有着杀书之仇呢 此言有理 那伊文和先生之见 咱们该当如何 这也只是属下的猜测罢了 主公也无需过多担忧 眼下当务之急 还是要抵挡住曹军的进攻 主公让胡彻儿将军去袭击曹军 这个嘛 倒也不失为良策 我听闻那曹昂年纪也不大 既是年轻人 就免不了鲁莽貌事 若是胡彻儿将军得手 大可以斩了曹昂的头颅 嗯 你是说 曹昂是曹操的长子 伸受崇拜 若是主公把他的头颅献给刘表 以曹操的性格 他绝对不会放过刘表 呵呵 到了那时 就算刘表再怎么不情愿 也必须要起兵抗草 哈哈哈哈 君师果然聪慧 晚城外十里 虾仁原本打算以赵云为先锋大将 但甘宁立功兴切 硬要为先锋 于是他给甘宁三千人马 率先开路 停止兴军 兴霸将军 发生了何事 为何在此地停留 紫秀公子有走不知 此地树林繁密 他却没有鸟兽重鸣 安静得实在是有些过分 属下担心会有伏兵 原来如此 果然如星霸将军所说 这林子确实显得太过安静 胡车二在此 何人敢与我决议此战 哼 果然有埋伏 这个胡车二 看起来有两把刷子 星霸可愿立下投功 将他斩杀 恶意至极 瞎修你就瞧好吧 撤 胡车二修得猖狂 我甘星霸来会会你 此人气力竟如此之大 怪不得曹昂有胆子 前来攻打晚城 有此人在 此番怕是砍不下曹昂的脑袋 撤退 胡车二建计划失败 并且无法在甘宁的手上 逃的好处 便毫不犹豫撤军 朝晚城的方向急促奔去 想逃 哪有那么容易 在三国之中 能算得上神射手的人 寥寥无几 而甘宁便是其中之一 他曾有过射杀 蔡茂弟弟弟蔡勋 灵统之父林操 以及荆州大将皇祖的壮业 竟如此皮操肉厚 没有跌落下马 虾兄 子修公子 末将兴不辱命 好家伙 这个甘心霸好生勇武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老师的眼光果然毒辣 难怪父亲要让我拜他为师 果然是有他的道理 这个胡车二 怪不得能身负五拐金 日行七百里 简直是个怪物啊 老师 你在嘀咕什么呢 哦 没什么 将胡车二带下去 好生治疗 不要让他挂了 兴霸放心 此番过后 我定会向曹公衍 明你的功劳 是啊 兴霸将军如此勇猛 无父定会重用你的 哦 多谢霞兄 多谢公子 你们这群废物 朱将战死 尔等竟然还赶回来 来人 把他们都给我拖鞋去 砍了 朱公绕命啊 并非窝登威战 只是曹君施打 是啊是啊 帝君朱将蛇术精准 一发入魂 胡车二将军是在撤退突中被蛇落马下 我等也无礼十九 还请朱公扰命啊 朱公 此次势力并非是他们责任 况且曹君马上就要攻来 朱公可饶他们一命 让他们带罪离宫便是 哼 看在军师的份上 此番就饶了你们 滚吧 多谢祝公 多谢君师 君师 胡车二可是我手下最为勇武的大将 如今却生死不值 咱们当如何是好 贾许紧锁眉头 他怎么也没想到 一向勇冠三军 威风凛凛的胡车二 竟然这么快就败了 胡车二啦 胡车二 你说你败就败了 还把自己落在那里 这下可好 整个婉城都是人心惶惶 这婉城恐怕已无法守住了 主公 为经最佳之际 电视打开城门放弃抵抗 君师的意思 是让我向曹贼投降 主公 没有留表的帮助 婉城不过是一座孤城 虽说曹昂只有一万五千人马 不一定能拿下婉城 但等曹操解决完其他诸侯 回头再来全力进攻时 婉城断然是守不住的 与其如此 倒不如主动投靠 借持 起码能保得身家性命 与荣华富贵 君师此言诧异 我岂会为了荣华富贵 屈身向曹贼投降 张秀年轻气盛 刚继承叔叔张继的军队 有着四方之志的他 不会轻易甘心投降于曹操 既然主公执意如此 那咱们眼下只能紧闭城门 做好曹军来进攻的准备了 在这乱世之中 贾许也只想自保 可见张秀心意已决 便也不再劝说 随即便回到府中 开始为自己的后路做打算 老爷 你总算回来了哦 有一位自称是老爷老家的亲戚 前来拜访 已经在大堂中等候很久了哦 我老家的亲戚 我老家在西凉屋威眷 距离此地有十万八千里 如今曹军马上就要围攻满城 怎么可能会有亲戚前来拜访 在下夜半 见过温和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